這個老大人 自己一個人大 真正是輸人不會放心 另外很多家庭的北部 也因為都要上班 對這個人的照顧也都是很好的 報道社會台下有說要給予鄉親 這個校長第五婚 他就要來開辦這套人員的婚姻班 他就報道國中來提供丟宿 這又就大家上官支援這專業老師 希望和民眾都可以順利和合作進教 這一次 套給人員的婚姻班 是在高校暗時正式來開始 經歷報道社會台下的婚姻班 對小朋友的照顧家庭都是很重 有特別的國民眾 可以讓他向專業的投票方法 所以報道社會台下的婚姻 也就是立法委員第六婚就特別清楚 在報道國中來開辦婚姻班 並且邀請特地上官支援專業老師來和鄉親 會特別感謝我們鄭立委 他在我們鄭立委走動的時候 聽到各位對這個保育方面的一個需求 剛好找到配合的學校很困難 達德山宮我們社會村校長 易不容辭 拔刀相助 從田中聘請的最好的師資 來為我們開這門課 剛剛也把他們的習主任 負責這個習主任帶過來 剛剛也特別的講 有我們鄭立委 有這個心來促成 所以他也很願意共襄勝局 這個保母班我們可以講 各位來上課會得到很多的保育的知識 對未來帶孩子 各方面的嘗試會比較豐富 全力到三天的特地上官校長表示 報道社會大學校長第六分 願意開辦特許靈媛訓練班 這是為了國務社會 特地上官是非常困難 所以也願意全力來協助 學校派出最好的專業老師 因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 讓所有學員來當順利來科的証教 很榮幸可以就是來到這邊跟大家相聚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也拍過了兩期的 就是托育的一個課程 那這兩期的課程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跟學員講 我說來到這邊你又晚上過來 大家都很辛苦 那這個上進的精神非常可嘉 所以在這個第一天就要告訴自己 我來這邊我一定要非常認真 而且是朝著考上證照的一個目標來前進的 那其實這張證照不難 只要有心跟著老師的腳步走 一定可以考上 那在政府的得證 在我們立委的一個促成之下 大家要知道可以考上證照 以後你自己帶自己的孩子 就有補助三千 就有補助三千 那這個有考上證照呢 就是掛勾儉 比如說我學的都是對的 報道社會大學表示 這一次的投票臨完 婚年班為期是兩國 除了一般的課程 會在報道各種上課以外 大家相信 也將提供應客戶中的 讓學員可以實際來應用 希望在兩國以後 這些鄉親都可以 讓他向上街自然的投票方法 今天新聞早剛評報到報道